好,我们又到了动动脑的时间 我们欢迎大家再到我们的讨论区 来想一想这些问题 来发表你的意见跟看法 我们这边要先大家动动脑的是想想看 我们现在因为全球化的关系 或者是观光或是旅游 我们越来越有多的机会 接触到不同的种族背景的人士 大家想想看 我们这边要请大家去想一想的是 我们的所谓汉人或者华人 跟这个欧美人士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种族的背景的这个人士 我们在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 也许大家就可以想想我们的基本的情绪 到底有没有什么相似或相依之处 这个就考验你的 看你的观察力是不是够敏锐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说他好像是在表达某一个表情 可是表达方式似乎又跟我们不太一样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这一项的经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